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较少 但是你消耗的比较多 这才有办法减 那大家都知道 你每减掉7000卡 就是说照你的每一天 照你的体重升高 你每一天会消耗多少固定的热量 这叫基础代谢率 那低于基础代谢率 你就有机会 没减掉7000卡路里 你就有机会减掉1公斤 那可是基础代谢率不能太低啊 你每天的摄取的热量 还是要稳定嘛 所以其实就是稳步的 就会朝你要的方向前进 大概一个礼拜如果可以减个 0.5公斤到1公斤 一个月大概3 4公斤 那你如果一年都是持续在这种状态的话 其实不到半年的时间 应该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嘛 但一般来说会破坏掉 为什么呢 你有时候跟朋友去聚餐 那光是一餐 可能那个卡路里都爆表 大部分都是大餐嘛 可能卡路里就会爆表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的生活习惯 还不是毅力的问题 就是我们通常会被破坏掉 你的减重计划都是因为朋友找你 或是有一些聚会 你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有一些类型的 你如果有很多的社团的活动的话 那通常都收不下去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做什么 当你越忙 其实你就要越搭配运动 所以早起先去做运动 其实一整天的活动的时间都蛮充足的 比如说5点多去运动 去健行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回来 其实也才6点多 那一天也才刚开始 那因为你有运动精神也会更好 所以就要有条件 在自己的住家环境去找这样的条件 来做运动 提升你的每一天的热量的消耗 那要非常的注意就是 应该要摄取的卡路里 不能够完全不摄取 因为在减重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脑细胞固好 脑细胞是一去不回头的 所以它只能吸收葡萄糖 它只能代谢葡萄糖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摄取一定的碳水化物 不能够不摄取 这是不健康的 然后再来就是尽量降低油脂的摄取 可是要提高蛋白质的摄取 那这个时候当然要有高纤 你纤维质的摄取要够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老生常谈了 就是你怎么样去认识 几个基础的食物的性质 那你要改变你的食物的内容 那其实一开始会很困难 就是你要改变你的饮食的习惯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喜欢吃什么大概就是固定那些类型 但是就是尽量 然后多喝水 我发现多喝水其实是有助于 这个新陈代谢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平台 有人问我说要去哪里买我们这个5100世界冠军水 那从西藏来的水 我去过西藏一次 那很喜欢那个地方 但是一上去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高山震的 能够长期待在那个地方其实不太容易 那我们大概就是夏天的时候 在它的氧气浓含氧量 空气中的氧气浓度最高的时候去西藏 然后去西藏之前也是我上一次 彻底的去做减重 为什么呢 因为体重高 身高高的 到了高海拔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容易发生高山震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在减重过程的一些经验 那通常减重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比如说你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你的摄取的蛋白质的量不够 也是一个原因 那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减重 我觉得可以去对照 为什么考肩两院不废除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就是我们常常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 那明明都说是肥猫院 而且民进党在在野的时候 早在30年前就要说要废考肩了 废除考肩两院 肥猫院对不对 养肥猫 然后去算出院长 还有他的委员 每个月每一年领多少薪水 还要配车 那到底做了哪一些 对国家做了哪些好事 没有 可是我还记得有一任的监察院院长 像王建轩 他把薪水都捐出去了 那之前还有 当过考试院 后来又去监察院 王作荣先生 他也留下了很多的风范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陈菊 陈菊他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那这也不奇怪了 就是说当你知道他的本意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到底要不要减肥 你如果真的要减肥的话 那很简单嘛 实现你的决心 实现你的意志力 肥猫院要减肥 非常简单 就是你有决心 你有决心不是说你 照着正常的减肥 你睡眠要充足 那个蛋白质摄取要充足 很简单嘛 你就辞职 而且带着所有的委员辞职 考试院也是总统任命的 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 所以考试院的委员全部都是民进党委任的 那请他们辞职就好了 在辞职的过程中像以前国会结束 考监两院 考试院一直都存在 但是监察院受身过啊 他从国会变成不是国会 那所以监察院其实受身过 有蛮长的一段时间监察院是关门的 也没怎样啊 在陈月扁的时代 监察委员长期不被任命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也没发生什么事啊 国家也好好的啊 所以要减肥掉 要把考试院跟监察院直接减肥掉 他还比一般我们要减肥容易 有人说减肥很容易啊 我每天都在做啊 就代表说减肥很难啊 所以肥猫院要减也很难 因为你根本没有意思要减嘛 这关键就是意志力 所以不要说什么 你今天要先修宪 我才要减肥 你今天要先怎么样 我才要怎么样 那都没有办法彻底改变自身嘛 所以周储除伤害 你都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了 所以要周储除伤害很困难吗 一点困难都没有 就直接把自己减掉就好啦 我们下一段进来 再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减肥要成功 其实就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为什么说减肥要成功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呢 就是我设定一个目标 我的标准体重应该是多少 比如说我的标准体重是57 大学12的体重 那我就要这一次减肥我就要一次做到57 那我达到57我可能要减掉20啊 于是每一天数着20公斤20公斤 然后占上这个体重计 就发现说啊 我这个昨天不小心 多吃了什么东西 跟朋友出去聚餐 那不想浪费食物 所以我就把食物都吃了 于是呢 本来前两个礼拜所努力的 一餐就破功 又长回去0.5公斤 那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你定的目标太宏伟了 你不是要减重吗 你定的目标不要那么宏伟 那减重不就是减公斤吗 不是 你定一个 我今天要多摄取一份纤维质 我今天要多摄取一份蔬菜 因为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罗马也不是一天可以毁坏的 所以体重不是一天造成的 你也不要想短期之内可以把它摧毁 所以你的目标就很简单 每一天设一个 设定一个 你一定可以达成的目标 多摄取一份纤维质 多运动20分钟 不要想说我今天就要去爬个山 那做不到啊 还是我去健身房 可能太忙碌啊 但是你可以定一个 我今天散步10分钟 我今天散步20分钟 可不可以一定做得到 所以定的目标 让它下降一点 让它可以容易达成一点 于是呢怎么样 你慢慢的就会看到目标 然后看到目标你会觉得说 啊 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你就越能够坚持在这个目标上面 于是就可以达成 那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用 感情来说服自己 有很多人达成减重的目标是为了别人 而不是为了自己 什么叫为了别人呢 有的人是想要觉得说 自己工作这么繁忙 然后体重飙升 那三高啊 各种身体的状况 其实都跟体重相关 为了要多陪 这个还年幼的儿女 然后能够看女儿 走上婚礼的礼堂 身为父亲 有什么样的愿望 那因为为了家人 有的妈妈为了 不要自己身体不好 拖累小孩 所以每一天 勤做运动去公园 其实都不是为了自己 所以为了别人而设定目标 有时候反而更容易达到目标 好所以我们不要有 不切实际的目标 考间两院要废除 如果真的要彻底做到 其实在30年前 当第一次我们做 宪法征修条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废除考间了 可是当时的 整个时空环境 内部有反对的力量 非常强大 外部有中国的压力 中共的压力 所以当时我们没有办法修宪 所以我们宪法一直都在那里 它有点像 盖了一栋很庞大的楼 就是个壳 那这个楼房呢 不适合我们住 那一下子也没有办法拆了 于是呢 我就在这个房子的顶楼啊 我做了一个征修条文 我给它盖了一个伟章建筑 就盖在这栋原来的结构上面 所以原来结构没有改 我们建法征修条文 只不过是一个伟章建筑 盖在这个楼房上 你一开始如果真的要盖房子的话 你应该要把这栋楼拆了 重盖 就不是 修修简简的 而且原来的基础是一模一样的 这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以我们的时空背景 在当时修宪有困难 那现在修宪容不容易 现在修宪仍然不容易 因为民进党突然不想修宪了 当他拿到权力的时候 他不修了 他觉得 我没叫这样就好了 这样很好 那所以在野党想要修吗 在野党也未必那么想修 他们只是想要拿到执政权吗 现在真正想修的看起来是民众党 而且是以黄国昌的意志为意志 如果今天民进党做司法追杀 追杀柯文哲 柯文哲会不会妥协 但是民进党觉得有机会 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 从各方来追杀柯文哲 那么民众党会不会听柯文哲的 也未必 反正这些不分区的委员呢 各有各的意志 像吴中宪委员 法官出身 法律人 所以他对于法律也有一定的坚持 那国民党现在是 看起来是翁晓琳委员 因为是法律人 他先生又是前大法官 所以他对法律也有一定的坚持 那国民党的年轻的一代也觉得说要修啊 可是他的党中央想修吗 那些老一辈的人都还在啊 对不对 所以时空环境仍然不容易 然后中共的压力不在了吗 也还在 所以即使经过30年 时空背景 差异不是再大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最大的差别是 在野党想修法 所以这是最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修现 可是仍然我们不要设定一个 不切实际的想法 遥不可及的目标 是不是 我们真的应该要设定的是什么 我们真的应该要设定的是 我们一步一步来嘛 每天多摄取一份纤维质 每天多吃一份蔬菜 其实纤维质充足 喝足够的水就可以减重了 身体就会健康了 就是因为喝不够的水 所以血压才会高嘛 你血液浓度高啊 然后整天就怪说你吃的盐太重了 其实吃的盐 不见得跟你的血压有关系 你不能说我从你的血液里面抽出来的 就是含钠比较高 所以呢不要吃盐 摄取低钠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其实你只要多喝水就平均下去了 所以未必要减少 就是你的吃的东西不好吃 未必要减少你的 这个口腹之余 美食的渐少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这么做的话 我可能要多喝水 我可能要多摄取纤维质 那所以我们不要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 就像陈菊说的 我一定要你修宪啊 我支持废考尖啊 可是你明明知道修宪有多困难啊 民进党奋斗了30年要修宪不是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鄙视民进党 我们不是恨他们 我们鄙视他们 我们鄙视他们是因为 你一路以来 都用什么东西来骗我们 要修宪啊 要建国啊 甚至要自宪对不对 结果原来都是在骗 现在拿宪法修宪当挡箭牌 我就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我才要减重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才要配合 我才要运动 条件不符合啊 所以我做不到啊 那你当然永远做不到啊 那就继续胖下去啊 继续当肥猫吗 要减很简单 我们不要不切实际的想法 先辞职 这是你可控的 这是你可以决定的 对不对 把它辞掉 全部都辞掉 就没有监察院了 那这个要有个过程 就是现在监察院的职员 要怎么转到其他的体系 你原来只会做这个事情啊 你是不是可以转到其他的体系 是权序部呢 还是法务部呢 在行政体系 有没有机会可以转职 那再不然就要退休嘛 就像我们今天 如果公司因为裁员而解散的话 那这些员工 是不是有遣散费 然后怎么安排他们 这应该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过程 但是对陈局来说 我觉得你没有理由不辞职 因为这个是最切实际 最务实的做法 我们下一段进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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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改变什么 先把你的卧室 还有你的书桌 办公桌整理干净 把一些杂物都清出去 为什么 因为整齐的办公空间 有助于你选择正确的食物 这很奇怪对不对 整齐的办公空间 有助于你选择正确的食物 有助于你选择正确的食物 非常方便的食物 因为你忙嘛 可是当你有时间把环境整理 然后我的厨房又是焕然一新的时候 我就有心情去烹调 去煮高线的食物 然后去思考 有什么样的 你甚至连味蕾都会改变 你想要吃的东西会改变 那最近我发现一个不错的一个带糖 我平常是不太摄取糖的 我相信我的健康检查报告 为什么 我二十几年没有做健康检查了 那健康检查报告会健康的原因 会没有红字的原因 我相信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平常不摄取糖 我不喝含糖饮料 我喝的是黑咖啡 这个是非常长期以来的习惯 那偶尔还是会吃甜食啊 跟朋友喝咖啡 吃下午茶的时候 我还是会吃甜食 可是那个就是我 最多摄取含糖的食物的来源了 而且那个是偶尔为之的 那夏天的时候 我比较有可能去做什么事情 我还是会吃冰棒 会吃冰淇淋 那那个也是我唯一的 摄取含糖食物的来源 像什么绿豆汤 红豆汤 这些我几乎都不吃的 那我如果煮银耳汤 我也不加糖的 因为如果你加红枣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本来就含有一定的甜点 淡淡的这个甜 可是我最近发现了一种糖 它是从这个 我们知道那个玉米 玉米壳去发酵 然后去萃取出来的 所以它需要蛮大量的这一些物资 才有办法去萃取出这些糖 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这是还蛮贵的一种糖 大概一台金的大概500公克到600公克 可能就要500块 那当然跟一般的这糖比起来它是非常贵的 但是你不需要摄取太多 这个糖叫做阿拉伯糖 我也曾经想说是不是引进 然后我们可以在商城分享给各位朋友 可是因为我目前找得到的 就是这个食物呢 是只有在中国生产 所以我就暂时没有想要去 去做这个糖的代理 但是可以就是可以从网路上面找到很不错的这个店家 他们有在卖这个阿拉伯糖 那为什么想说这个阿拉伯糖不错呢 是Netflix最近有一个影片 它就在讲 有的人有忧郁症 然后有的人有厌食症 他早了有忧郁症厌食症 然后甚至体重过重 那要怎么改善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状态 那找了不同的案例 发现说其实跟肠道的益生菌有关 那你说我去摄取益生菌好了 我每一天都吃益生菌啊 那为什么肠道益生菌还是不足呢 是因为益生菌 它吃到你的身体里面肚子里面之后 请问益生菌吃什么 它是活的东西对不对 那你就像把肠道当作一个森林好了 你在森林里面播种 把益生菌撒进去了 可是这个森林里面没有益生菌的食物 那它当然活不了 所以他们检查了这一些参与这个影片拍摄的人 他们的肠道的细菌 发现他们缺少一些特定的益生菌 那这些益生菌对于体重的控制 甚至对于脑部的马飞 就是它会产生一些讯号讯息到你的脑部 然后它会告诉你你想吃什么 甚至为什么会有忧郁症 可能都跟我们的肠道的健康有关 好那益生菌吃什么 益生菌它只能消化比如说像纤维质 好比如像阿拉伯糖这种食物 这种食物呢 它后来被拿来当代糖 那所以我们吃了代糖之后 其实身体没有办法消化它 它不是单糖它是多糖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消化系统是没有办法分解它的 可是益生菌需要它 所以当你把益生菌种进去 撒进去你的肠道的森林里面 它如何能够开出花来 它如何能够长出茂密的森林 在你的肠道里面存在 就是你要给它食物 所以很少人知道就是说 我补充益生菌就好啦 我干嘛还要去喂益生菌食物 是你必须要给益生菌 它能够消化的食物 所以它要什么食物呢 它需要多鲜的多糖的高鲜的东西 那阿拉伯糖就是一个很好 可以处理的 我们通常要吃高鲜 你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或者是每次要泡一杯奇牙籽啊 或是高鲜的 有很多高鲜的食物嘛 都可以拿来很方便的 搅一杯之后你就可以摄取了 你可能连这个时间都没有 可是你绝对有时间在你喝咖啡 或是喝茶的时候 在你的咖啡跟茶里面加一瓷阿拉伯糖 那它也可以降低你的血液的含糖量 所以它可以降低生糖指数 这个都有研究的报告 但是并没有清楚的研究报告说 你到底要摄取多少阿拉伯糖 才能够降低你的血糖 才能够维持你的肠道益生菌 那我觉得这是长期的事情 所以买一包500块的阿拉伯糖 我觉得可以吃很久 就是你记得的时候 你就在你的咖啡跟茶里面加一瓷 那它马上其实就会改善你的肠道的健康 所以你会知道就是说 你每一次上完厕所 其实应该要回头看一下 你的这个排出来的 这些粪便的颜色 其实不应该是深色的 黑色深咖啡不应该 它是应该是比较接近金黄 带着黄色的 然后没有臭味 这就是高鲜 然后有阿拉伯糖协助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的整个肠道的健康 是提升起来的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今天 整个考肩两院 他们的思绪是很紊乱的 当然没有办法 想说我今天 我要来减重 肥猫愿要减肥 你先整理一下你今天内部的问题 整理你的桌面 整理你的办公室 而不是整天说 我好不容易还有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的一年的年薪有三四百万 对不对 肥猫 然后走出去又是一院之院长 所以就舍不得 断舍离 断舍离 如果不能断舍离 你就不能成就更大的事业 减重当然无望 所以我觉得 问题很简单 没有复杂的法律条文 我们不需要再回去看 我当然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要修宪 我们要修哪几条 就把考肩两院 在宪法里面的条文把它修掉 那问题是 你现在没有办法修宪 你现在就是长在一个 伪装建筑上面 真修条文 一个房子本来这个样子 你从大门口进去 发现说此路不同 所以你就在上面弄了一个 伪装建筑 你到底是要从原来的路 去走到那个伪装建筑呢 还是你要从旁边再弄一个电梯 才能够到达那个伪装建筑 还是你要拆掉重建 最近不是金华城拆掉重建吗 拆很快 拆很快 因为决心而已 理论上应该要拆掉重建 但拆掉重建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们要务实 务实的结果就是什么 伪装建筑先住一住 如果有豪宅可以住 谁要住伪装建筑 我们就住在美国的宪法里面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 所以要减肥怎么办 自己有决心 周储除伤害 自己把自己剪掉就好了 所以我们呼吁 陈菊监察院院长 请你带着所有的监察委员 总辞吧 我们下一集见 fo袜子 Pence 我们下一集见 叫做 吻 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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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